我们在楼下一直在高价回收 电冰柜 摩托车 自行车 嗨大家好 我之前做了一期冬装的分享 有观众留言说还蛮喜欢的 那今天这期视频就是和你们分享一下 最近可以穿的一些早春的单品 其实我本来的计划是 想要再多买几件 数量更加庞大一些再和你们分享 但是现在已经到四月份了 我们这边气温变化还蛮大的 如果这视频再往后推 可能就是会要分享一些偏下装的衣服了 我还是希望这个视频给你们多一点的参考 如果你的这个主题感兴趣的话 就继续往下看吧 先说一下我个人的身材的情况 我是1米68 现在是57公斤左右 我的整个身材是比较匀称的 就是不是非常瘦 也不是非常胖 因为我骨架算是比较小的 所以其实还蛮藏肉的 我不太清楚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身形 我上面身是属于挺壮的那种 然后腿也不是很细 说好听一点呢 就是各个风格都可以稍微尝试一下 说不好听就是 其实没有哪个风格是特别特别适合我的 所以我平时穿衣服还是比较随意的 基本上就是喜欢这件衣服 只要我能穿得下 我觉得就可以 好 基本情况就是这样子 那我们先从鞋子开始分享吧 因为我有很多可以搭配小裙子的鞋子 都没有戴回来 全都放在学校 那我最近是入了一双运动鞋 就是这双耐克空军一号 今年年初的一个配色 叫做淡葡萄籽 其实它乍一看 特别像那个很经典的 全白的 其实不是的 我拉近给你们看一下 这边它是紫色的 然后它这个勾也是紫色的 然后在这个地方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清楚 它是有一点点雷射的 包括它的鞋跟的这一块 也是有一点点雷射 可能在相机里看的不是很清楚 我到时候再把用手机拍的图片 放在屏幕上 先说一下它的缺点吧 其实我说到它之前 我不知道它有这么的白 如果你的腿比较黑 你要光腿穿它 应该会蛮显黑的 但是我不是很care这一点 第二个缺点是它比较容易脏 我大概是穿了三次左右吧 像鞋头这边旁边 只要是你有碰到一点点 它就是蛮容易脏的 但是因为它的材质是 这种皮质的嘛 所以其实很好打理 你用布沾一点水 把它擦干净就可以了 我穿下来基本上 就是这两个小小的缺点 它的优点就是 它配牛仔裤什么的 都特别的好看 我觉得除了那种很淑女的裙子 它配不了 其他的衣服都是可以的 包括它这边是有一定高度的 所以对小个子来说也是比较友好 还有就是网上说的材实感 我是没有感觉出来的 我觉得它的鞋底就是和别的运动鞋的鞋底 差不多 就是稍微软一点吧 但也不是说特别特别软了 好 接下来分享两条裤子 先说这一条 这条裤子应该是我近期买到的 最满意的一条牛仔裤 是我之前去逛街的时候在商场买的 它的价格也不是很贵 就是300多这样 首先你们看它腰部的设计 它是非常高腰的一个款式 是有两个扭扣的 还有这两边的这个设计也非常好看 就是会比较显瘦 它的裤脚的地方是这种喇叭裤 这条裤子是我第一次尝试这种微喇的裤型 因为我的腿不属于特别粗的 我之前都会尝试一些 比如说直筒裤或者是小脚裤 就是偏紧身的 但是那天在店里试了一下它 我就觉得还蛮好看的 显得腿很长 然后身材比例还不错 它的颜色是这种复古的蓝色 很好搭配衣服 包括它的材质也是特别特别柔软的 我觉得买裤子特别是牛仔裤 还是建议大家能够去商场去看一下 如果是像我身上的这个连衣裙这样子 你知道自己的尺码 你从网上买过来 穿上应该不会太奇怪 但是牛仔裤 我在网上买的时候挺容易踩雷的 我特别喜欢这条裤子的一点 就是它很高腰 今年我是比较想尝试那种 就是上半身比较短的上衣 配一个高腰裤这样子搭配 但是因为我的肚子上其实是有肉的 我一直想选一条高腰裤 就是能遮一遮肚子上的肉 这条就是完全满足我的需要 它是这个牌子的 这个品牌在淘宝上是没有旗舰店的 当时买的时候是加了他们家的微信公众号 直接在微信的小程序下单就可以了 顺便再来分享一下当时买这条裤子的时候搭配的一个上衣 它就是这个样子的 能够看出来它还挺短的 如果它是就是挂在衣架上我是肯定不会买这件衣服的 看起来就很普通 但是当时是那条裤子的时候搭配了这件衣服 我觉得还挺和谐的 所以我就买了 我个人觉得这种限制的小衫 比较适合离性身材的女生 因为我的上半身不是很瘦的那种 所以我穿它会有一点点显胖了 那继续分享裤装 是一条我在淘宝上买的浅色的牛仔裤 我自己是深色的裤子蛮多的 但是我觉得到了春夏 再穿深色的裤子 一整身会不是那么有活力 我有一条白色的裤子在学校没有带回来 所以我就最近买了这条牛仔裤 它的颜色镜头上应该还算蛮准的 就是这种比较偏白的牛仔蓝 它真的挺好搭配的 如果你的腰比较细 你也可以就是搭配这种短上衣 我最近就是穿卫衣的时候 就会搭配这条裤子 会显得年纪比较小 或者是我之前买的这种针织衫 这件针织衫我还挺喜欢的 首先它的颜色是这种很温柔的米色吧 它的孔会比较大一点 所以里面的内衣一定要穿比较浅色的 不然就是会有点透 它的厚度特别适合15到20度这样子 在没有风的时候它是比较保暖的 然后如果有风就会比较凉快 我挺喜欢它的一个小小的设计 就是这个扭扣的地方 是这种有点木质的感觉 挺可爱的 而且它的长度是刚刚好的 到肚脐下面一点点 你下半身可以配裙子和裤子都是可以 而且它也可以当做一个开衫来穿 这件我觉得买的也是挺值的 它的搭配度很高 好那接下来就到连衣裙的部分 那先说一下我身上的这条连衣裙吧 我把这个镜头调远一点 它就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腰带我系的有点随意 这条裙子我买的时候 我是看它那个卖家秀 我觉得特别好看 其实收到之后 我有点看不太懂 没有说特别喜欢 也没有说不喜欢 因为我没有这个风格的连衣裙 所以我就把它留下来了 裙摆的部分 这一块是比较滑的那一种 然后这边就是麻布的 这个腰带呢 它是可以系在腰间 我刚刚就是系在腰间 也可以当做一个领结 你系在这边 我今天穿着这条裙子拍视频 我觉得还 在镜头里还是挺好看的 是一条很上镜的裙子 很适合你出去摆拍一些很漂亮的照片 那下一条连衣裙呢 也是我在书丹分享那条视频里面穿过的 就是这一件方领的连衣裙 其实这条裙子因为我自己比较喜欢 所以我把它留下来了 但是它对我来说不是很合身 我的尺码是M 肩是很正好的 然后臀部腰部都是可以的 但是它的胸围不是很够 我穿它的时候只能穿那种 非常不聚拢的内衣 或者是贴胸贴 因为它的胸围实在是太紧了 这几件连衣裙我都洗过 没有任何问题 它的布料是很柔软的这种 内衬什么的都做得挺好的 第三个连衣裙 就是我在上个视频里面 穿的这件紫色的连衣裙 我觉得超级好看 主要是它这个花色超级错误 因为我很喜欢紫色嘛 但是它有一个小小的缺点 就是因为它在腰这边有一个收腰 所以它有一点点包臀 我是觉得 如果你屁股比较大 或者是胯比较宽 可能穿这一条裙子 会有一点点怪怪的 它的花色我觉得很好看 虽然我不知道这是什么花 反正不会让人觉得很土 它前面是一个V领 但完全不会走光的 这边有一个暗扣 你把它暗上就可以了 好那最后一点要分享的是一件外套 这一件其实是我去年秋天的时候买的 就九月份吧 但是它这个厚度特别适合最近穿 而且它很好搭配 所以我再拿出来跟大家说一下 首先它的颜色是这种鹅黄色的 不会黄得很过分 它的版型是这种比较偏休闲的 有一点点垫肩 因为我是有点溜肩的 所以在买西村外套的时候 我是希望它有一点点垫肩的 不然就穿不出那种感觉 它的袖口这边是有三个扭扣的 这个扭扣做的还挺精致的 口袋是这种比较大的口袋 真的还挺能装的 最近我出门有个趋势就是我连包都不带了 我就是直接揣了手机钥匙 然后一包纸巾我就出门 是在范诺家买的 我上盐艺的那年冬天在他们家买了一件羽绒服 大概七八百块钱 特别值 质量很好 就是那件绿色的 如果你看过我之前的视频应该有印象 所以我对这家店的好感度还蛮高的 基本上不太会踩雷 然后质量也很过关 好接下来就到了吐槽的环节 我真的憋很久 这两件衣服都觉得特别的雷 先说这一件吧 是优衣库和爱乐之城合作的一个卫衣吧 当时是疫情稍微有些好转 商场刚开门的时候 我当时真的没有衣服穿了 所以我就去逛一下优衣库 我觉得这个卫衣的颜色还是挺温柔的 也比较好搭配 所以我也没有试穿 我就直接买 它首先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卫衣长度太长 就是到我的屁股那里 而且它是有一定厚度的 能穿它的时候 应该是不太能露腿的 所以你下面只能穿那种 类似legging的裤子 其次是我不知道它这个版型 是有什么问题 就是穿上特别显壮 比如说你110斤 你穿上它可能看着像115斤 但是这一件还不算什么 接下来我要吐槽的这条裤子呢 真的让我一言难尽 无印良品的这一条男友裤 我相信可能很多人都听过吧 我也是看了很多种草 所以我买的这一条裤子 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 特别沾毛 我已经很努力 不要把它和爱吊毛的衣服 放在一起 但是有一次我穿它 上半身穿的就是这件卫衣 这件卫衣里面的材质 我给你们看一下 就是这种 它基本上是不吊毛的吧 但是它就跟这个裤子 发生了一些摩擦 就沾毛了 真的太沾毛了 你如果想穿它 就是你一定要跟完全一根毛都补掉的上半身搭配 如果外套掉毛也不行 还有就是你每次穿完它都要去除毛 除毛 你要把它清理一下 不然就是你根本就没法穿 虽然它的裤型还是不错的 但是我应该是双十二买它吧 到现在可能就穿了三四次 我每次想穿它 看到它这么多毛 我就立刻把它放到旁边去穿别的裤子 好那以上就是我想和你们分享的穿装的单品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不要忘记三连支持我一下 如果有任何想看的视频主题也欢迎给我留言 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了 拜拜